知名藝人馬國畢 十一號凌晨一點多的時候 是開車行進台北大安區 和建國南路以及中校東路口 遭到警方來攔查 而遠景是發現 馬國畢的身上有酒味 立刻要求他下車接受酒測 而他的酒測值是達0.3 事後馬國畢也是立刻坦承喝酒 而他當下是公稱 是因為十號晚上是 在新北市有餐敘喝酒 喝完後就開車 一路從新北開回南港的家中 結果是在大安區被警方攔下 目前警方是依公共危險罪嫌 移送到台北地檢署來復訊 其實馬國畢在2013年 因為成名職棒遷賭 欠下了近5000萬的賭債 先前透露 目前還有大概700萬的債務 預計要在50歲以前還完 沒想到今天又發生了酒駕事件 被警方來依法送辦 負面形象也再添一筆